我们现在所以求加败 求谁加败呢 求加持 求祝佛不是加持 披露诸诺佛 对法界纵上 你只要是求感 佛的佛光普照 咱们经常写那个 写四个字啊 写佛光普照啊 因为佛的境界是像虚空一样的 哪有影线哪线 有感一定有印 有感必自 就看你的业障消的如何 感随时的 在感 印也随时在印 为什么感应不能融通呢 什么感的欠火号 火号还不到呢 火号不到 水烧不开的了 饭煮不熟的了 饭煮不熟 你吃不成的了 吃不成肚子饱不了的了 这个含义可能连贯着 大家就想吧 他那感到什么程度 硬一定达到什么程度 甚至你感一分 硬达到十分 我懂得这个意思就停了 佛是加倍我们一些众生的 广演一切助法的 佛像一门大镜子时 这个镜子像空的一样 哪有哪线 有感就自 有感就自 如果你没有多生的感 现在你遇不到华严经 比如说听讲了 你华严经的名字 这部经 你遇都遇不到 这不是说 要把华严经说的又玄又妙 这是佛说的 不是我说的 乃至于 般若部门 金刚经大家都姓吧 佛说你闻到 闻到一个般若波丽密经 闻到经个名字 不说学内容 你不是一佛二佛 三四五佛 众的善根 如果闻到了 对于 这书波严经 不生半会 那就说你 佛的 已经是无量的 不要把一说佛的 就想到生活 就想到现实生活当中 这是太 这是错误的 一说佛的 往道上会 往菩提道上会 往菩提道上会 就是心里的智慧 跟你定理 因此说 有感 就能到 就能得到应 所以显这个教义 是从法空所流出来的 这个 所流通的 这个 所流出来 这个 空义所流出来 这个 它是片中法界的 等有智慧 它就显现 没有智慧 它就不显现 所以我给你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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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